好 我們來關心一下兩邊所辦出來的先發陣容 先來看到的是二隊白隊的先發 有六號的陳維安 七號的黃霖娟 另外還有七七號的朱玉琴 再搭配十九號的許玉琳 以及二十二號的林蝶 而去比在藍隊的部分呢 有二號的潘思瑩 另外還有十二號的文傑 搭配二十三號的彭詩琴 二十四號的黃湘嶺 再來呢 還有十號的蔡佩蓁 胡琳 陳維安毫不猶豫 歪圍就先噴一顆三的球 一對或二對 或者說大對小對的 我沒有打過二對的 朱玉琴 先進去再分 給到一跌 外圍 陳維安 先進去再給 朱玉琴 這個球又有 一跌 這個對位上就會變成一個mismatch 來 底下有機會了 你有辦法住在阿道的這個角色 必須得到更多 再突破 一個賈傳換到左手 飛聲進來 好球 跟昨天遇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這邊外線 這一次 漂亮的賈龍錯 但還是吃火鍋 漂亮的給球找到的是林先芳 想要來高低中攻配合 但沒有機會 最後 再倒出來 最後安 這個 給到陳夢欣 這個板 中距離 這次民眾率也比較偏低 倒到外圍 直接 最後倒出來 外圍直接砍三分 王愛玲 跨步之後進來 要往裡面 一跌 再拿到 再出手 這次還是沒有 藍底下林碟 要再補 今年當中 中華藍白隊 基本上都沒有拿下過 王愛玲 再給到陳映 身高只有178公分 外圍出手 洪詩琴 林碟 往中之後出手 對 真的是一個好賭喔 兩個人只要在認 對球漂亮的給球 在藍底下 分出來外圍 這個頭偏 徐聯 太拿到 南地北啊 差真多 外圍 空腦的機會 三分球 打板 飛聲進來 哇 這個球好球啊 千宇 選擇打板 有了 羅平 非常快 丟給到羅平 漂亮的給球 混亂之中 外圍不要三分 有了 先的隊伍 白隊今天真的打得比較好 瑋瑜淳 拖車進來再給一個好球 贏了整個球隊的攻勢啊 他攻下的球隊的最高分 選擇只能自己打上去了 直接在外圍 標三分球 好 地板漂亮 找到的是衛宇 如果中華籃的攻擊 就可以這麼靠近籃框喔 我覺得我沒彈進去 籃架剛好讓我 都沒有砸成功 華麗在籃底下 中距離出手偏了 陳慧欣抓到了進攻籃板 華麗框 甚至明天會對到更高的這個 更高大的球 不管是菲律賓 好 最終的這場賽事 要恭喜中華白隊 是大勝了中華籃隊 足,不要 IL 好消失 即阻記